也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意外不断频传 在台北市内湖礼拜天 昨天也经传了死亡恐怖火警 当时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救世也是用电暖炉来起火 结果逃生不及 葬生火枯 而死者的儿子就是台新金控行政长上日强 再来农天从床台冒出 消防员破门救人 本市内湖名家火警夺走屋内老夫妻性命 死者就是台新金控行政长上日强的父母 就冒烟啊 冒烟就我们跟邻居就破门啊 想要去破门但是没办法啊 那两个人破门啊 一个人我就去拉水袋啊 这期间的话 消防队来的话 就帮忙消防队拉布水线这样子 全部都是烟然后完全遭祸 然后全部人都挺慌张的跑下来 消防员的父亲被发生逃生不及 躺在卧室床上 全身90%灼伤 母亲被呛晕躺在客厅 一次电暖器使用不慎 酿成悲剧 火警当时上日强还在上班 还去身边的人通知他 才紧急前往处理善后 这个是家里不幸的事情 我完全不晓得状况 还在等他们所有的程序 我们针对小乐透这个改型 我们就规划了一个超级大乐透的游戏 上日强号称台湾消费金融业务的同号战将 曾经搭过两年台采董事长 很夯的大乐透就是由他一手推动 他长期在中信金担任要职 历任台采董事长中信金副总 50岁退休转往台采金 准备开创事业第二春 没想到高龄80多岁的父母葬身火哭 让和父母同住了上日强 打势太大 谢谢你们关心 真的谢谢谢谢 上日强事情至孝 前阵子身体微样 要回金控上班 还带气妈妈不准他进办公室 和母亲情感深厚 金融高层拼事业 却无缘再跟家人分享 接着刘旭的主观家台北报道